博人传,为何可组织不敢来牧野村?看看牧野村现存的三种极致力量。 无论是在博人传还是在火影忍者中,火之国牧野村都是最为强大的人者村,虽然第二强的人者村经常在云眼村和沙隐村之间切换,但是第一强的牧野村的位置却从来没有动摇过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,在博人传中,假如柱间细胞出现在牧野村,PS。 事实上,柱间细胞本来就是在牧野村,而且牧野村就有不少的柱间细胞,比如给名人移植柱间细胞手臂的医院,可组织还敢来抢吗? 假如柱间细胞,在牧野村,可组织还敢来吗?可组织,答应了。 牧野巾峰人者 按照实力等级划分,牧野村的最高战力可分为神级人者、鹰级人者和特殊上人。 名人和佐祖作为神级人者,到目前为止,所有入侵地球的大统牧们都是被他们收拾掉的,有他们俩的其中任何一人在,牧野村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改变。 除了两个神级人者,牧野村的影级人者也是多如牛毛,比如塔卡西,钢手,凯,和大蛇丸等等,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前人活影。 最后,牧野村的血迹线界和特殊上人,专注于某一技能,也很多,这些人者才是牧野村强大的根本,所以即使是可组织也不敢贸然进攻现在的牧野村。 牧野黑科技 六岛忍具和科学忍具,人造人等等。 牧野村除了忍者多之外,它还拥有不少黑科技,比如能够让忍术随意释放的科学忍具,和六岛仙人曾经使用过的忍具等等,这些忍具的威力都十分厉害。 这些还只是我们所知道的,牧野村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的黑科技,比如绘图转生忍术和大蛇丸的人造人等等,现在的四月就是出自大蛇丸之首。 除此之外,牧野村才是柱间细胞的发源地,而且还被大蛇丸给成功培育出了一个柱间细胞的实验体,也就是大鹤队长。 现在名人的那只蝉柱细胞带的手就是用柱间细胞培育并且移植的,所以柱间细胞在牧野村中其实并不算什么稀有的东西,毕竟比柱间还厉害的人者都存在于牧野村。 牧野超人 X 麦特凯和小李,大蛇丸和药师都 麦特凯和小李,大蛇丸和药师都 牧野村作为最强大的人者村不仅仅是因为厉害的人者多,更是因为牧野村的厉害的人数也很多。 最为变形的就是体数,禁数和仙数。 在其他人者村,基本上很少或者没有仙数,而在牧野村,则存在住三种仙数,要是兜,四月和名人这些都是仙数的掌握者,在查克拉用尽之时,仙数便可以发挥无限的作用。 除了新术,牧野村的T数八门对甲之术也是十分了不得,只要开了第八门死门,该人者便可暂时获得强于无影数倍的力量,估计可组织的老大来了牧野村都有可能被凯或者小李一叫踢死,这也是牧野的底牌。 最后是牧野村的禁数,比如施鬼封禁和绘图转生。 封印术施鬼封禁能够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,将远强于自己的敌人封印,是一招很好的同归于尽的人术,而会图转生之术就不用说了,现在的大舍丸和药师都已经将这个人术完善到极致。 而且他们俩的手上现在也掌握住不少强者的细胞,只要牧野村开口,他们就能召唤出无穷无尽的强大丧尸,灭整个人界也不在话下,就更别说是和组织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!